同样是发生,我们再来看这张面孔 郑石干在美国做了一件工程浩大的事情 什么事呢?来看来自纽约的画面 这样的一个是一个空白的选民投票登记表 是啊,我们要把新的一个考进公民的人 我们要过来就投票 然后我们要叫他说你投票了以后 我们有什么权利,这里登记会有两万 两万人 你们想象吗,在异国他乡 动员自己两万同胞去完成选民登记 这得花多大的精力啊 而且这两万选民真的是正式干 一个一个争取来的 有人可能会问了 让华人登记为美国选民有什么意义呢 我告诉你啊,在以前 纽约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 由于华人手上的选票非常少 根本就没有发言权 但是如果成为选民 那么不管是美国总统还是地方议员 就必须得重视这部分选民的福利 正是因为这一点 正式干在2003年的时候 牵头成立了美国华人选民协会 此后的每个星期天和星期一 正式干都要在选民登记台前 鼓励大家进行选民登记 大家都知道 在异国他乡打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正式干为什么会额外的拿出精力 甚至财力去做这些义务服务华人的事情呢 其实啊,这与一个陌生人有关 谁呢?来看 照片上的这个小伙子叫做林立卵 他患了血癌 希望见母亲最后一面 因为积蓄已经花光了 远在中国福建的母亲迟迟办不下赴美签证 绝望的林立卵因此就找到了正式干 与正式干素不相识 那林立卵为什么会找到他呢? 因为正式干的本职工作 是纽约一家制衣厂的老板 虽说是老板 其实也是从打工仔一步一步熬出来的 所以正式干特别重视华工的利益 还被纽约的同行们选为车衣商会的会长 在担任会长期间 正式干就义务做了很多服务华人的事情 所以林立卵在万般无奈之下 只能求助于这个好心人了 那正式干了解了这件事情之后 果然是没有推脱 他马上组织大家捐款给林立卵治病 还以个人的名义给林立卵的母亲做担保 经历波折 在五个月之后林立卵的母亲终于是踏上了 从福建飞往纽约的飞机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就在那一天 林立卵在美国信议会医院里 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我们心里过来的一些悲剧 我每一次提到这个故事 我都很感动 我觉得我们华家华人 是应该正式自己 要报复自己 我们应该要凑出来 做做一些事情 林立卵的事情给了正式干很大的出动 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 正式干希望华人在外打拼 都能够享受到应有的权利 而华人登记成为合法选民 就是正式干想到的正面的积极的方法 通过不懈执着的努力 随着华人选民的增多 越来越多的纽约市议员 来到曼哈顿唐人街争取选票 华人社区的交通教育等福利 也开始受到了重视 坚定为华人社区服务20年 正式干说了 自己评的就是简单的 一颗中国心 一份责任心 这两期 blanc sunday一份责任心 偌人 好